在89楼的高空搭帐篷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与台湾最高的摩天大楼 世界排名第九高的台北101合作 首度推出高空夜宿101的活动 将在89楼的观景台搭帐篷 至91楼的户外观星赏月早起看日出 一次揽进台北城夜晚与日出的迷人风景 台北101是陆客来台游玩的十大景点之一 观景台陆客营收占比高达50% 购物中心占15% 不过近来陆客减少 韩国旅客则变多 台北101总经理陈世明表示 共有将近千万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台湾 台北101也接纳了290万 人次的观光旅客上我们的观景台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每三位旅客中间就有一位来到我们观景台 我们检视了一下那个旅客的成分 那个旅客的属性 我们发现近来韩国客跟 韩国客跟东南亚的客群大幅的上升 日客也有回稳的迹象 观景台店家台湾邮票故事馆 可以看到蒋介石画像的邮票 邓丽君邮票 还有马英九与肖万长就职第12任总统与副总统纪念邮票 目标客群正式入客 聪明游台湾的记者会上 来自加拿大出版老外爱台湾一书的作家Nick 也畅谈他爱台湾的理由 Nick说 我想给你们五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台湾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 你知道吗 在其他的国家 在咖啡厅里面 你不可以把你的电脑放在桌子上 去洗手间 小偷可能会偷你的东西 其他四个理由是台湾的食物超好吃 交通方便又便宜 台湾人对外国人友善好客 以及台湾拥有许多的户外运动 像是爬山 潜水 朔西等等 多元又丰富 Nick还说 我想对来台湾的旅客说 你不要怕会有什么沟通的问题 这边的人非常友善 如果你有任何个问题 他们一定会帮你 其实很多台湾人会讲英文 他们就是有一点点害羞 台湾尽管新政府上任后 陆客有缩减的现象 但仍是来台旅客的最大宗 观光局主秘蔡明玲表示 大陆的游客 其实目前为止都还是赚最大比例 过去占四成 那现在可能会占三成 那我们其他国家的旅客 人数一直在成长 像占第二位的日本旅客 也是比去年成长了两位数 那我们这几年成长比较多的韩国客人 也是一直在成长 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韩国旅客好像这个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蔡明玲也提到 应应新南向政策 希望能够多开拓东协十国的客源 而大陆市场其实只是来台旅客的客源之一 我们现在更展开双手 欢迎国际上任何国家的旅客到台湾游玩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